2018年10月底,天津男子泰国普及倒杀欺骗报案业发舆论持续关注。泰国警方最终以蓄意谋杀,参严伤害他人致辞罪状,正式控告该案嫌疑犯张某,泰国检报将于北州内起诉。 然而,据被害女子帮国内带领律师介绍,目前加速的死刑诉求,遇到了取证的困难,国内多家涉案保险公司,拒绝提供保险合同,拒绝业上保险协定过程和当下的效力。 据了解,涉案保险相关信息,对嫌疑人的病罪和量刑极为重要。 杀欺骗报案将于北州内起诉。2018年10月底,29岁的天津女子,翔杰,在泰国普及倒一,酒店泳池里被发现死亡,随后与其同住的丈夫张某,被泰国警方认定为凶险。 案发后,女方加速在两人家中发现多张保险单,总保额已达三千万元人民币。 案发后,张某被泰国普及倒卡马拉警局控制,并向警方承认了,在酒店泳池内,将妻子杀害的事实。 2018年12月11日,天津警方也已对张某涉嫌保险诈骗利害侦查。 2018年12月26日,女方代理律师方文川表示,根据证人口供记录和相关证据,警方最终以泰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九四五,去谋杀,残缘伤害他人致死罪状,正式控告该案嫌疑犯张某,泰国刑法二百八十九条为死刑判决。 据方文川助理张宏远女士介绍,目前该案在泰国警方方面的调查已正式结案,已于1月14日已。 交当地检方再次审核,泰国检方本周内将会进行起诉。 张宏远告诉北青包记者,目前他们在1月22日,把最后一份保单的泰文翻译补充,交给了泰国警方和检方。 目前泰国警方掌握的仍然是之前的四份保险合同,总保额为1716万元。 保险公司拒绝提供保险合同,然而这被泰国警方掌握的1716万元的保额,远远低于小。 杰家属心中3000万元的数字。 小杰的父母在国内委托的保险专记律师吕斌,告诉北青包记者,目前,除已经掌握的设计父亲宝的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四份指质保险合同以外,未获取到奇特事案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 各家保险公司都拒绝向我们提供保险合同,拒绝说明保险合同签订的过程,拒绝对保险合同,目前实施状态下的效力发表意见。 保险公司给出的原因,都是天津警方要求对此案保密,但是,他们又拿不出警方的书面要求,我们认为,作为被保险人的家属应当有知情权。 北京报记者在李斌提供的其中一家顺岸保险公司长生人寿的邮件中看到,该公司表示,由于此案非常特殊,社会影响没有很大。 禁于公安要求我司对此案有保密要求,互相关投保信息无法转交。 李斌告诉北京报记者,即时至上书有纸质,合同的保险公司,目前也为向家属全面介绍保险合同的定律过程,和目前保险的效力状况。 其中,太平洋人寿说,在事件发生前,就因为发现,招某多方投保,而退回了他的投保。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仍然拒绝提供相关的材料。 加速死刑诉求,现取证困境,据泰国律师方文川介绍,有关嫌疑人为小杰投保保险合同总数量,保险金额总额,保险嫌种,是否含有死亡保险责任,小杰是否同意嫌疑人的投保,以及小杰是否认可保险金额等事实对案件的定性,对嫌疑人的定罪和量刑极为重要。 目前,小杰父母和李斌,已经向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 目前中国银保监会还没有恢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明确恢复没有建立保险合同的查询渠道。 李斌说,李斌告诉被轻包记者,家属对于保险的理赔问题,并没有任何的诉求,只是想确认更多的保单,增加证据的负能量。 目前泰国警报指控的是蓄意谋杀,蓄意是个很主观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搜集更多的保单来佐证,增加判死刑的可能。 李斌表示,他和小杰的叔叔1月23日晚间,会前往泰国,和泰国律师方文川团队,就目前案情进行沟通。 我们需要了解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向他们介绍中国大陆保险罚方面的规定。 因为家属的诉求可明确,就是要求死刑,所以,我们也需要杀。 量一下诉讼的策略。 此前小杰表哥曾告诉被轻包记者,现在家里人的诉求,就是希望杀害小杰的凶手被判死刑。 如果泰国检方提起诉讼后,嫌疑人没有被判死刑,家属会继续上诉或者争取引渡回国。 文贝金青年 文贝金青年